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宝贝开圈圈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部 看不到阿飘的电影来了 传说中不怪小孩会被妖魔带到山里 包括爱骗人的秀树 不过后来秀树长大成人 带着未婚妻香奈回到老家参加爷爷的祭日祭拜 结束后小碎片刻的秀树梦见自己回到小时候 家门口出现仿佛召唤她的邪手印 而进行过来也为她的悲剧借开序幕 回去之后秀树与香奈没多久就结婚了 很快香奈也怀孕了 秀树还在感动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经营育儿的部落格 分享将为人妇的经验 就算女儿自杀出生后仍不忘更新部落格的状态 两年后秀树甚至被许多新手爸爸当成神一样看待 自己也很享受其中 而事实上家里已产生裂痕 环境也脏乱不堪 香奈则常躲在房间避着秀树 与网路上呈现的美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但那个小时候的召唤邪手印 仍不时出现在她的梦境 直到某天回来秀树看见家中 家具杂物散落一地 香奈与枝杀则是惊恐不已 她惊觉大事不妙 于是找来民宿学副教授也是好友渣男求助 但她也不是驱魔法师 只好带着秀树再来找自己的朋友小胡子 因为小胡子可是有个会通灵的女友小巫师 她才有驱邪的本领 在驱邪之前小巫师得先诊断秀树这个人 以及他们家整个状况 来了来了看不见的妖魔来了 即便小巫师在 霹雳卡霹雳啦啦 波波丽娜被被养了多 短暂赶走妖魔但却刺激到她了 此时小胡子的姐姐大巫师打电话来 要跟秀树通电话 承认妹妹到行不够 并告诉她妖魔要杀害她们一家 但自己又太忙 只好介绍她经验丰富的独眼阿婆 她虽法力高强也没有妖魔墙 一转眼的时间就被妖魔夺去一条手臂 此时秀树的家人也面临危险 阿婆与小胡子要她赶紧回家 然而在回家的路上秀树接到大巫师的电话 为了保护器晓就得按照她的指示座 第一步将装水的碗放在玄关 第二步把所有刀具包起来藏在隐秘的地方 第三步打碎家里所有的镜子 第四步等妖魔来就行了 以上都让妖魔觉得斯巴拉希 因为电话打路机传来正牌大巫师的声音 告诉她现在一切全都是妖魔的圈套 但来不及了妖魔害怕的东西都被说起来 让她可以化身成秀树儿时玩伴来夺取她的性命 当在回过神秀树身体已被结成一半 而拜拜谢谢回顾了 这之后香奈只好回到职场独自抚养女儿之杀 看似可怜需要帮助的香奈令小巫师也放心不下 所以派小胡子前来关心他们这才得知 秀树在部落格好爸爸的形象根本是假象 顾孩子的事总先麻烦只在一旁观看 之杀投受伤去医院治疗 她则想找到好题材可以更新贴文 甚至还会对香奈言语羞辱 香奈长期累积也不满精神也出现状况 终于在某天她爆发了 让秀树回来时看见家具杂物散落的模样 以为是妖魔来了 所以秀树的死对香奈来说其实有点开心 甚至在秀树死之前 渣男不断对香奈献殷勤 请两人就此勾搭上了 而秀树死后 香奈还为了跟她约会 招来小巫师雇小孩 这期间小胡子也来电 要小巫师赶紧烧毁神坛上被渣男动了手脚符咒 就是这个招来妖魔的 另一边香奈则于将害死自己的人渣男 正在一一哦哦 不得半不半不 回来后还一副春风满面的跟小巫师聊着天 香奈真心的一句话 要把直杀送给她惹怒了妖魔 为了保护他们母女 小巫师跑到窗边短暂挡住了杀气 香奈则带着直杀逃亡 看来妖魔已存当他们家的位置 这个家已不安全了 他们逃到百货公司的厕所躲藏 最后终究逃不过妖魔的墙打 香奈被干掉了 直杀也被带走了 另一边小巫师也被送到医院治疗 她的姐姐大巫师终于登场 用不知哪个牌子的香烟治愈了小巫师 让她脱离险境 那么大巫师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她使巫师家座的长女拥有强大的巫术 并与警戒关系良好 但雪上加霜的是 在小胡子与大巫师离开的时候 小巫师也被妖魔带走了 然而小胡子想救回自杀 更想救回女友小巫师 大巫师则想消灭妖魔 避免害死更多人 准备隔天在修宿的公寓举行驱魔仪式 不过在仪式之前 妖魔也算做了件好事就是干掉的渣男 紧接着大巫师 利用警察二人脉封锁公寓周围 并依瓦斯外泄理由 疏散公寓住户与附近居民 而且还请来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 前来加入战局 小胡子则是帮忙把秀书家整理干净 所以敌人是邪悟 也要像迎接神明那样 恭敬的对她才能引妖魔来 很快的仪式开始 在一阵 扑鲁鲁鲁 法咪发大财 各式各样的灵都会被吸引过来 没多久被妖魔控制了自杀找到回家的路 接着被迎来的是变掉的小巫师 他利用小胡子的心魔下了他找妈妈 不过在大巫师的强大法力下 附在小巫师身上的恶灵 一下就被赶走了 然而自杀就是吸引妖魔的最大主因 那就把两者一起毁灭 大巫师用他们最害怕的镜子当作武器 但两个猪队又为了救无辜的自杀 不断阻挠仪式继续 小胡子甚至把镜子砸碎 而外头也已与妖魔战斗了满目窗里 不过这样也更能显现出大巫师法力的高强 在妖魔愤怒之际 小胡子反而更加誓死保护自杀 就连被大巫师撞飞 坠落也紧紧抱着他 那么最后赶走小巫师后 终于可以专心驱魔的在一阵 霹雳卡霹雳拉拉 波波丽娜拉布拉多 击败了妖魔 而小胡子坠落也因摔到花圃 所以没有大碍 只是全身超痛 自杀也变回可爱的他 故事就在小胡子与小巫师决定抚养自杀 而自杀也不用活得那么辛苦 还可以梦到他最爱的蛋包饭下结束了 《传长而为》这部电影 用恐怖片来挖掘丑恶的人性 大推给传员们 还有别为自己一世爽而害小孩一生伤好吗 如果喜欢传长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 YouTube的传员记得加铃铛 就会不会开穿人传长 我们下次见